桃园有家餐厅的老板娘是一位单亲妈妈 她做的料理少油 少盐 少糖 比如说招牌菜是快炒鲜酥蛋 是用高汤取代了盐巴 但是里面可以吃得到皮蛋 鸡蛋 鸭蛋 另外还有新鲜的蔬菜 她这种健康家常菜因为太受欢迎了 这位单亲妈妈一连开了13家餐厅 总年营业额赏千万元 鲜酥蛋 清淡美味 白菜鲜甜 入味下饭 来 我是大妈 准备上菜咯 在桃园市繁忙的公路桥旁 有家隐藏在巷弄内的超人气家常小馆 亲切的老板娘大家都喊她大妈 因为她的料理 酱球 少油 少盐 少糖 也充满妈妈味 其实我们家小朋友蛮喜欢来吃的 可能我太太不太会煮饭嘛 这个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厨房嘛 然后吃妈妈的菜可能也比较腻了啦 就来这边吃一下 大概一个礼拜都来一次 大妈的料理可是让客人宁可出卖老婆 也要大声的担保 也因为有这样的始终支持 大妈不只是这家店的老板 还是拥有13家连锁餐厅的董事长 不过今年将近60岁的大妈其实是个单亲妈妈 在28岁正当享受青春年华时 她却得独自面对丈夫的离弃 还有抚养孩子的重担 我也去帮过人家餐厅洗碗 这个过程里面我整天孩子不肯睡觉 我也是有带到餐厅去 又怕他乱跑 又绑到自己的腰上 把腰 绑到他的腰 那个腰绑到我的大腿 然后陪着我一起工作 他累了就把他放在桌面上睡 旁人看了心疼 但大妈咬紧牙还是撑了下去 甚至曾经一条面包泡水吃了一整个月 不过这样不顾健康 最后身体也抗议了 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是没有去在乎自己的身体 有一次真的叫做把自己累垮了 累到就是很严重的一场病 病完以后我就觉得我不能 已经不能够出远门做事了 不能到处去做生意 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家里楼下 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做点生意 大妈的愿望或许被老天爷听见了 开店的第一天 尽管店里只卖几样的简单料理 但生意却好到吓吓叫 还让第一次开店的她闻到关了 我甚至有一次客人吃一半 我菜超好了 我没有盘子可以装 我出来跟客人讲 她说你这个剩一点点 你吃一点点吧 我说拨到你的碗好不好 你这个盘子给我 我再去装我超好的菜 要不然我没有盘子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到处借盘子 当时借的碗大妈舍不得丢 像是这锅稀卤白菜 咖啡色的此碗就是当时留到现在 外头记载着大妈的文艺 里头的装着大妈料理的用心 卤白菜我觉得它真的是很道地那种 大师傅做出来的那种卤白菜 然后它不会特别油腻 因为一般的卤白菜好像特别油 它不会 它不油 可是就觉得很清爽 然后就那个味道够 很入味 同样入味好吃的就是鲜酥蛋 不用盐巴 改用了精华高汤调味 再把鲜甜的蔬菜搭配了皮蛋 甜蛋 鸡蛋 大火快炒两三分钟就能够美味上桌 就酥酥的 它又不太咸 感觉的话跟那个菜整个配搭起来 下饭 又觉得说这样不会 不说不爱吃 一般我们蛋都会想说吃少一点 高汤是我里面要有大白菜 有甘蔗头 甘蔗头 大白菜 那个柴鱼 红萝卜 蛤蜊 很多 我这里面有21种去熬汤 用心的美味还有十股饭 黑豆 枸杞 糙米等十种的谷类 爬进一口等于吃进了多种的样 你看 就粒粒分明 现在有点祸到吃了啦 如果还没过到吃的时候 其实它粒粒分明很漂亮 口感吃起来都有各它的口感营养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在家不可能这样子煮啊 我们的酥饭比如黄豆 黑豆 土豆 都一定要泡到发疑 几乎到芽都已经爆出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刚爆芽的那个营养分 是爆发在那个时刻的 最好的 除了把那个就是它芽心的那个毒素泡开 重点在于后开的那一刹那 它的那个养分就在那个地方爆发 西鲁白菜 鲜蔬盖 昆布鸡汤 各式的家常美味都充满了大妈的爱心 她说希望大家吃的美味又健康 也因为这样的坚持 让她每家店每个月平均都有百万进账 13家的餐厅每个月总营业额更突破了千万 也让这位单亲妈妈靠着妈妈味闯出了一片天 明镜要连续 明镜要连续